來做這樣的一個自我改革 那它主要的重點大概就是兩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在意案件的限制發揮 第二個就是檢查人事的這樣的一個民主化 那首先大概要跟各位提到的 那我們這個基本上各位都知道 那我們檢察官做了不起訴或管起訴之後 那基本上告訴人可以提起戰役 那無告訴人的這樣的一個管起訴 那基本上也必須要一支權來送高權署來做這樣的一個戰役 但是各位都知道 人民對於司法的無奈或者是不滿 其實都是在於因為很多的案件 它持續不斷的在撤銷發揮 那又來重查 這不只是在我們檢察官所這個偵辦的案件 在法院的判決也是一樣 那如果再發為更神 那往往都會造成社會的疑慮跟民眾的這樣的一個猜忌 那導致司法的約訓受到這個影響 那我們大概檢視了一下 那過去呢 我們認為在意這個制度 基本上呢 它還是有維持 讓偵查的品質這樣的一個檢視的效能 所以它基本上應該還是繼續給它維護 那只是呢 我們認為在意的這個次數呢 來把它限制呢 兩次 那如果第二次呢 那二省的檢察官呢 他基本上呢 我們認為在意的次數呢 來把它限制呢 兩次 那如果第二次呢 第二次呢 在意的時候呢 那二省的檢察官呢 他基本上呢 可以呢 維持 不急速處分 那這個時候呢 告訴人 如果還不滿的時候呢 他就可以直接的申請法院 來做這樣的一個交付審判